許俊亨出身名門 生活注重品味 不過原來飲食方面都好平民化 尤其好喜歡飲一款湯 不知老婆李嘉欣有沒有煲給她飲呢? 貴家公子真實生活是怎樣? 許俊亨 lunch 之後 一定要面一面 然後先安排節目 好像預約修夾師傅 原來她一輩子 未試過自己修剪指甲 另一個例牌活動就是去馬場 還有一樣東西 就是許公子好喜歡飲湯 據前妻何超瓶說 許俊亨最喜歡飲的就是行魚豆腐湯 她波前波後 都會探上一碗住家湯 所以連早年養的馬 都叫做湯王 許俊亨對於被稱為公子 原來會覺得很尷尬 因為她知道 這種稱號 通常都將她當作花花公子 不過許公子的感情生活 又真是幾精彩 未和何超瓶結婚之前 已經和黎芝、劉嘉玲傳過緋聞 當中劉嘉玲 還去到談婚論嫁的階段 許俊亨在美國 加州太平洋大學讀書 注收雙課 有傳許家家教好嚴 許俊亨早早一定會準時上班 家族生意之外 他都做過私幫生意 開過兩間食市 不過最後 都是因為經營不善而結束 人生意大利 東伯蓮 同時 稍後 LAURA 2 3 8